最近在不同的平台都有小伙伴问我 阿婆我看你几个月了 我咋越开越觉得你是来黑我家待遇的 你怎么懂不懂就说什么 待遇小心多疑啊目无下沉之类的 咋从不见你用这种负面词汇去形容一下宝钗呀 其实呢这事是这样的 待遇小心多疑爱生气会挟制宝玉 这些都是书里原文写的 书中的人都知道 有时候就连待遇自己也承认 所以呢我做视频的时候 引用起来就特别方便 但是宝钗呢 作者就没有在他身上用过什么负面的词汇啊 不信大家想一想啊 不喜欢宝钗的小伙伴一般说的都是 低脆亭啊修肚兜啊 可是这些都是红楼的著名公案啊 作者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 只是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因此说宝钗失节或者宝钗复黑了没有呢 并没有啊 作者没有做出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评价 既然作者没有说 那我凭什么张口就来呢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不用负面词汇来形容宝钗 这是否就意味着宝钗在我心目中是完美无缺的呢 并不是的 大家想想看这个作者创作的苦心啊 一群年轻的有各自的缺点 各自的盲区 或者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带着各自的夜的女孩子 中间混了一个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不违和吗 我认为宝钗一定也有他自己的问题 而且他的问题可能比林带玉的更大 但是作者对这两个角色缺点的写法是截然不同的 一鸣一案 注意啊 我说的不是宝钗和带玉两个角色一鸣一案 而是说作者描写他们的手法是一鸣一案 对于带玉的问题啊 作者写的非常的直接了当 直接到了书中的每一个人 从主子到奴才都心里非常清楚 而且我们每个读者呢 心里也都很清楚 但是宝钗的问题 作者就表达的非常的隐晦 以至于书里书外 很多人都觉得呀 宝钗就是完美的 比如湘云就曾经对戴玉说嘛 你肯定挑不出来宝钗的毛病 很多读者啊 也愿意相信宝钗是完美的 包括《红楼梦》的第一读者 知焰斋 知焰斋可是看过全部的110回的《红楼梦》的 但他对宝钗的评价 那叫一个高啊 甚至好几次指出来啊 宝钗就是比大玉更强 所以不仅前80回作者 没有明写宝钗的缺点 而且我们也可以断定 后面30回当中 宝钗的形象肯定也没有崩掉嘛 不然知焰斋对宝钗的评价 怎么可能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呢 那其实这就是作者高明的地方了 在宝钗这个角色身上 作者让读了非常高的解读自由给读者 宝钗注定是比大玉更具备争议性的 也因此勾引了后视无穷无尽的评论 弹幕和转发 而作者写的越是隐晦 我们在对宝钗进行讨论的时候 就越应该慎重 我将来跟我和大家谈一谈 我认为宝钗身上的业 也就是他做人有问题的地方 但这些都只是我的分析和看法 说出来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而已 如果我把这些分析结论浓缩为标签 然后在我平时的节目里面 贴在宝钗身上的话 那这就不太合适了 我知道读者当中 有一部分相信宝钗是完美的 这就很像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结尾的那个问题 你是愿意相信那个写出来的故事呢 还是那个可能的故事 相信宝钗是完美的 那你选择的就是神性 It goes with the goddess 而我呢 选择相信人性 人性都是有瑕疵的 想和小春学姐一起聊聊 宝钗人性当中可树与不可树之夜吗 我知道自己挖的坑很多了 但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宝宝很多的话 咱们可以给他插个队啊 圣经文字幕描述